今天來到麥巴索 是唱新歌給你們的 喝杯咖啡解放你的心情 這裡的感覺好像在家裡 隨便唱你們隨便聽 我們是踏步哈歌 花蓮的踏步哈歌 唱我們寫的歌 歌為你好朋友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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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寶的火車 每個都很好玩 人寶的火車 每個都是當公仔車 這種的真幸感 說你都不知道 小寶的火車 常常也在老空車 人寶的火車 每個都要拜託大碗 這種的真幸感 買口 也沒辦法啦 老人是坐火車 去台北 我們就要騎火車 去台北 想到騎火車 我的心情留冷一半 老人是坐火車 去台北 我們就要騎火車 去台北 想到騎火車 我的心情留冷一半 爹爹爹爹爹爹 小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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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大飛像少年騎火車騎燈檔 不知道為何這夫到這夫在做什麼 一丁條尾鬆鬆一台車一隆隆 世間的火車是電氣化的現代化 要坐火車的時候隨時也都要走 這邊是攤得鬆著 這邊是撩得鬆著 別人是坐火車去台北 我們就要騎火車去台北 如果想到騎火車 我的心情就冷一半 別人是坐火車去台北 我們就要騎火車去台北 如果想到騎火車 我的心情就冷一半 烏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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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 女人是坐火車 去台北 我就要騎火車 去台北 我想到騎火車 我的心情又凝一半 白人是坐火車 去台北 我就要騎火車 去台北 我想到騎火車 去台北 我想到騎火車 一人跑回來 白人是坐火車 去台北 我就要騎火車 去台北 我想到騎火車 我的心情又凝一半 白人是坐火車 去台北 我就要騎火車 去台北 我想到騎火車 我就想想想啦 去台北 我想到騎火車 去台北 向街 賊火車 嚇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工作的關係 我上班地方是在大學的警衛室 所以常常能上班 晚上在上班的時候 應該是最安靜的時候 常常有同學跑去找我 聊心室這樣 男女吵架的啦 還有像前面這個同學也是啦 半夜來那邊學吉他的也有 然後那個 或是說有什麼委屈的跑來跟我講話這樣子 然後於是我就 聽到很多很多的故事 然後記憶最深就是這個 調回家這件事件 因為那個同學一大早就來跟我講說 氣得要死這樣 因為幾秒鐘就秒殺了這樣子 所以說那時候我突然就想說 這首歌我以前當編的時候跟讀書的時候 也是遇到這種清醒 而且好幾年都這樣 那我就是純粹就是因為覺得 火車票真的比較難買 所以說我就把這首歌寫出來 結果沒想到結果反應還剩門